關懷弱勢團體在年終之前 為了讓他們也可以溫暖度過一個寒冬 原道觀音廟 特別準備了二十萬元的現金 捐贈給淡水區公所 希望藉由鄧向平臺 幫助他們的弱勢儲取 都可以更加地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溫情 淡水原道觀音廟 幫助弱勢做愛心不弱人和 為了要給淡水區內 較為弱勢的團體 在年終前可以溫暖過冬 特別準備二十萬元的現金 要捐贈到淡水區公所 藉由區公所的平臺 來幫助在地的民眾 廟方表示 雖然平常開放原道觀音廟 供大家參拜 但是廟方能力有限 因此藉由區公所來發散愛心 那我們原道觀音廟 也是在我們淡水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區長 還有我們現理事長 我們現顧問 對於這個 社會福利的工作 都不畏儀利的 一直在做 所以我們就敬一點小醫師 希望藉由這個 讓我們的區長做得更好 對於需要幫助的這些民眾 都能得到更大的幫助 淡水源道觀音廟 雖然處於淡水藩屬里山區 但是還是有許多的信眾 上山去參拜 區長表示 原道觀音廟 一直是淡水的宗教聖地 而廟方每年都會 對於公益活動都有參與 而這一次在新北市 道教總會的促成之下 廟方也捐助了20萬元現金 區公所也表示感謝 在這個稅末連動時候 也特別關心我們淡水這邊 需要關心的民眾 所以今天我們 引到觀音廟主委 我們的黃主委 還有我們 李新北市道教總會 我們的謝理事長一同 來捐贈 我們20萬給我們淡水區公所 希望我們能夠為這些需要關懷的人 做更多的服務 代表淡水區公所 來感謝我們原道觀音廟的這個愛心 我們公所會把這個錢 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讓更多人感受到 原道觀音廟對大家的關懷 區長表示 在寒冬之境 能夠有這麼熱心的單位 來幫助需要的民眾 區公所未來將會集中各界散款 用在幫助需要的居民 或者是有急難救助的民眾身上 而區長也希望廟方的舉動 可以拋磚引玉 讓更多有心有力人士加入寒冬送暖的行列 記者許多安一 代表三方報導